大家好,我是女妈 有朋友私信我说,她的一身制的是平针 底边和领口都制的是挪文边 制完以后,挪文边这一块呢 这个上针呢,凸起的很厉害 不好看,而且挪文边这一块呢 它还是上翘的 为我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个小样就是我用了技巧以后制的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两种技巧 这是我用第二种技巧制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第二种技巧 所以我用它制了一个小样 你看这个地方看不到 就是上针凸起 还有呢,这个地方呢,也很平整 衔接的很平顺的 下面我就具体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两种方法 我们来看第一种方法 边针,上针之下针 下针从下面这个针眼里边插针 制一个下针 上针之下针 下针从下面这个针眼里边插针 制一个下针 这一行就这样重复之 第二行 这一行我们全部制上针 也就是从第二行开始 我们正面呢,全部制下针 反面全部制上针 这是制完以后的效果 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第二种制法 第二种方法 边针,上针之下针 下针线下滑下不支 上针之下针 下针线下滑下不支 这一行就这样重复之 第二行,这一行全部制上针 也就是从第二行开始 正面全部制下针 反面全部制上针 我知道几行 大家看一下效果 它是很平整的 而且这个地方呢 是看不到上针的痕迹的 这个方法我就分享完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想看更多的视频 请点击我的头像 谢谢你们关注 我们下期见